讨论国家之间的成套设备产业合作方案的2012成套设备产业论坛 于本月21日在首尔新生酒店拉开了帷幕 本次活动主要为国内成套设备行业成了海外成套设备订单提供支援 共有来自秘鲁、加纳、科威特等主要订购成套设备国家和公司的CEO等共300多人进行参加 首先在世界成套设备市场研讨会上介绍了符合新生国家产业发展计划的成套设备产业计划 其后在国际成套设备出口金融研讨会上提出了项目资金筹措势力 知识经济部增长动力市长金仔红在研讨会上表示 韩国所拥有的经济发展经验与在成套设备方面的技术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增长的及时 感谢